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黑热搜过后,王一博的人气下降了吗? 看看最为真实的数据 只能说人红是非多 新年一时,王一博的黑热搜就挂了足足两天 这两天的时间里,无论正面的热搜如何 那黑热搜是板上钉钉的不动 这阵仗,真的是快赶上三年前的八天八夜了 三年前,在陈情令刚开播时 为了防暴王一博 那黑热搜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在上面 粉丝们根本降不下来 可结果呢,三年前的王一博有什么知名度 如今的王一博又是怎样的风光 他足够优秀 黑热搜又如何 看看他如今的粉丝数量吧 而这一次,因为新歌、念、半生的舞台上 王一博被黑粉炒胖,进而托粉热搜持续加热 一点进去就是表示新年托粉王一博的话语 似乎他已经没有什么粉丝了 实际上又如何呢 在他表演完作品 黑热搜一起的过程中 王一博的社交平台涨粉两千人 要知道,这可是在上了黑热搜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关注的粉丝啊 而且在一月四日 王一博的超话依旧有三千多名粉丝新增进来 要知道 在超话不在排名之后 再也没有了为了冲榜而注水的情况了 也就是说 这三千多人可谓是实打实的粉丝了 只能说 王一博的开年第一痛黑 想要王一博人气下滑的想法是失败了 要知道 如果说流量 论明星 谭爱豆 谁最不重粉 那一定是王一博 他绝对是最不依赖粉丝的艺人了 你见过谁家艺人会一年出不了一张自拍 粉丝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多发点广告就行 你见过谁家粉丝是求着艺人营业 生怕他退圈去练街舞 骑摩托 滑滑板 你见过谁家艺人能正大光明地对着镜头说我不重粉 没有什么要对粉丝说的 只有王一博 因为他不媚粉 他从不给予粉丝无端的幻想 也不会特意给粉丝营造试图得到他的假象 他永远清醒 他知道粉丝只是陪我走过一段路程的人而已 所以他足够清醒 知道有些粉丝的爱很廉价 但是 他不重粉吗 很多人觉得他不重 但是这样一个酷感 能在自己摔车之后将试图替他出头的粉丝们护在身后 自己承担一切 也能在见面会上笑嘻嘻地跟粉丝说 选贵的 他永远做得比说得多 所以 喜爱王一博的人是绝对不会因为胖瘦这种无聊的问题脱粉的 能因为这种甚至算不上皮相的问题脱粉 不就是王一博心中那种只是陪伴走过一段路的粉丝吗 甚至那些人都称不上粉丝 而在王一博被挂上黑热搜的情况下 努力想热搜 不与黑粉兑现 甚至不被黑粉言论动摇 仍旧能入坑的粉丝 才能称得上是真爱粉了 如果十八万两千一百二十多斤的王一博都能较胖的话 那全世界能较瘦子的人伪食不多了 当王一博休息不好时 他能有多水种只有真正关心他的人才会知道了 黑热搜下除了假粉顺势离开 自然也是少不了黑字的炒作了 乐华不管 工作是不告 王一博一直都处于被黑的状态下 各种洗脑包满天飞 如今被抓住胖了这一点 更加是大做文章了 但是有用吗 王一博是脱粉了 很多粉丝都走了 那社交平台上新增的两千粉哪里来的 那超话里一天新增的三千粉又是哪里来的 被王一博吸引的永远不只是颜值 那只是微不足道的其中一环 王一博的好 挖掘不完